完全实现的话 诈骗可能就很难实现了 就由AI来判断你这些东西是不是诈骗了 这个防范率就比人来判断高大了 所以这些就是Web3.0的萌芽器 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 不过这个事情 随着技术的成熟和普及 会慢慢的得到解决 但是有一个问题很难解决 就是Web3.0的服务 都是在取代现实世界的一些基础服务 所以难免和一些大公司大采访 甚至国家产生无论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比特币是第二个 发行货币是国家最核心的利益和权利 所以目前大部分国家是不承认 比特币的货币出品的 认为它只是个金融商品 比如说国家说了它不是钱 它不是钱就无法取代纸币 这个国家就赔钱了 当然除了货币之外 外国三百人所有的去中心化的服务 都会碰触世界财阀而言 主要就是Web2.0的几个 比较核心的大物资 微软 谷歌 亚马逊 麦达 苹果 这种 所以现在这些大公司正在考虑 如何巧妙地利用Web3.0 而不是让Web3.0野蛮生长 取代它 实际上是应该取代它 但是它们应该不会让这个事情 所以未来几年 很有可能是Web2.0和3.0 相互冲击最严重的几年 但最终感觉 3.0是一定会到的 这是无法阻挡的一个趋势 就是这些财阀 可能不想让这东西实现 它就不做这个事情 但是普通老百姓会去做 也是一样 就像比特币当时出来 没有人阻止了 是一样的 这种技术的格线 没有人阻止 但是出现了 国家就给它想办法 怎么样有法律限制 不能让它隐瞒什么 好 从上面介绍的内容 大家也可以感觉出来 是吧 Web2.0的东西 都是为我们生活服务的 而Web3.0 是在取代我们生活的 它是生活的主轴 比如说虚拟货币 NFT DAO Defi 这些都是社会运转的主轴 大家在Web2.0的实用过程后 比如电子银 LINE 微信 这些都是辅助 大家和家人朋友 应该交流的工具而已 你和家人朋友的关系 是建立在现实世界的